回到回來了 先講講俄乌戰爭方面的消息 俄羅斯表示軍方摧毀了烏克蘭三個指揮中心 和一個導彈攻擊協調中心 俄羅斯國防部說參與行動的 包括戰術航空兵、導彈兵和炮兵 他們成功摧毀位於烏克蘭尼古拉耶夫州的 一個導彈控制和協調中心 還有就是烏軍分別在哈爾科夫州 澤波羅爾州和頓獵茨克人民共和國的指揮中心 國防部說俄軍在127個地區 摧毀烏軍47個炮兵分隊 消滅戰鬥部隊和軍事裝備 包括一間美國軍事服務公司的僱傭兵 以及位於頓獵茨克人民共和國 中一個民族主義編隊 這個其實就是講一下俄團的基地 國防部說 烏軍在哈爾科夫地區一個倉庫被摧毀 裡面傳放了用於西方火箭炮系統的 7500多顆炮彈 另外烏軍像是在習波羅爾州的 一個彈藥庫也被俄軍摧毀了 美國方面怎麼說呢? 這個很奇怪 所以你看俄烏戰爭 他們雙方都在說自己有多大的戰果 而且人家有多不應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警告 俄羅斯如何應對近期烏克蘭戰場的挫折 仍然是未知之數 要求駐守在烏克蘭 鄰國波蘭一個基地的美軍人員 保持警惕 俄羅斯出兵烏克蘭以來 波蘭的基地為幾乎提供支援 米利參觀基地的時候就說 現在對俄羅斯來說 戰事發展不順利 美方有責任保持高度戰備和警戒狀態 米利也強調 不是暗示駐歐美軍面臨的威脅增加 但要時刻做好準備 因為在戰爭中 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事呢? 永遠都會存在高度不確定性 這件事就很奇怪 所以就說究竟是否真是很成功 其實我們之前也說過 歐洲的國家 寧願俄烏這件事 交著狀態 比現在的烏克蘭大反攻 烏克蘭大反攻之後 其實不確定性和變數 其實就增加了很多 好了 北約成員國也有討論到 如何維持和增加對烏克蘭的支持 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鮑爾就說 北約成員國的國防部長在愛沙尼亞開會 討論的議題就是 如何維持和增加對烏克蘭的支持 鮑爾就說 只要烏克蘭需要 北約會一直對基庫提供支援 其實基庫一直都是說 北約成員國德國是做得不夠的 曾經過德國很多次 所以北約說 只要烏克蘭需要 北約一直對基庫提供支援 其實不一定是 他就說 除了更多的西方武器輸入烏克蘭 北約國家需要加強對烏克蘭人的軍事培訓 指導他們使用並且維修這些武器 因為西方的武器 其實是經常都要維修的 跟俄製的武器不同 俄製的武器在一些惡劣的情況下 都是比較容易維修一些 但是西方的情況就很不同 西方的武器 它的精密度比較高一些 其實很多時候都要回廠製造 在戰地可以維修是可以的 但是 那個情況需要的維護工作 其實是比較多一些 自從俄烏戰時爆發以來 包括美國在內的北約成員國 持續向烏克蘭提供大量武器裝備 俄羅斯就批評西方向烏克蘭輸送武器 只會導致衝突延長和更多平民死亡 會令俄羅斯和北約更容易爆發直接的軍事衝突 但是這件事是無法調和的 一定要先說 它是無法調和的 就是西方決定了一定會這樣做 就是一定會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而且不只是西方國家有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其實現實就是 有其他地方都有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你說它們是否西方陣營 我又不覺得是 因為連台灣地區都提供了一些 彈藥給烏克蘭 其實就是 這件事就是很麻煩的地方 好了 這個匈牙利 歐洲反骨制 匈牙利的官員 他就出來說了 這個匈牙利區域發展與歐盟資金利用部長 魯夫盧契奇 或者叫做 魯夫盧薩奇 這個政府就會履行對歐盟委員會的承諾 就可以獲取幾十億歐元的歐盟資金 較早之前 歐盟委員會就建議向匈牙利 暫停提供75億的歐盟資金 直至匈牙利政府實施反貪污的改革 這個 魯夫盧薩奇 他就說 匈牙利和歐盟委員會之間 有關條件機制程序的談判已經結束了 歐盟委員會接受 匈牙利的反貪承諾 雖然歐盟委員會仍然有疑慮 但是匈牙利肯定會履行承諾 他又說 匈牙利作出了17項承諾 部分法案已經提交國會 其他法案將會在 今天和星期五提交 匈牙利就承諾建設一個 獨立反貪污機構 監督歐盟資金的使用情況 並且 採取措施令立法程序 更加透明 另外 歐盟有其他事情要說 歐盟輪席主席郭哲克 提出設立特別國際法庭 調查烏克蘭戰爭 外長利帕夫斯基說 在21世紀 仍然有針對平民的攻擊 是難以想像和令人煙烏的情況 一定不可以坐視不理 他就說要 懲罰所有的戰犯 他就呼籲 迅速設立國際法庭 起訴涉及侵略的罪行 烏軍連日反擊 就在俄軍手中 拿回 烏克蘭東北部的 哈爾科夫州部分地區的控制權 烏克蘭在他控制島的地方 現在就發現了很多亂撞綱 主要是在伊九武市 其實就不只是伊九武市 其他地方都發現了 總統贊連斯基說 調查人員發現了新的證據 顯示在亂撞綱裡面的人 生前受到酷刑 又說哈爾科夫地區被烏方重奪的 各個城鎮裡面 已經有十幾個酷刑室 他就說俄羅斯 必須在法庭和戰場上 作出交代 那麼 這個 有沒有交代呢 不知道 不過已經說了 另外 有一個消息 就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台東縣 本來這個應該是 國內消息的時候說的 不過呢 剛剛才看得到 那麼 台東縣昨晚就發生了 這個6.8級淺塵地震 全台就有震感 至今就最少一個人死 79個人受傷 那麼 台東縣凌晨就發生了幾次余震 那麼 在凌晨2點多的一次 強度就是黎克特祭4.4級 震源深度7公里 那麼 未來一個星期就不排除 有5級以上的余震 那麼災情呢 主要就是在花蓮和台東 那麼 那麼花蓮玉里鎮 一間水泥廠 有工人被壓傷 送丸之後呢 就不止 鎮內呢 就三層高的樓房 就倒搭 四個人送丸 那麼 由於這個道路崩塌 數以百計到山區賞花的民眾 就被困 有民宿就提供免費食宿 但是 有遊客就不敢留在室內 所以 選擇在車上 就搭 車上 或者搭 這個帳篷休息 那麼 桃園市一座 運動中心 有羽毛球場的天花倒塌 也都有人受傷 那麼 另外呢 有地區停水停電 那麼 花蓮院政府就宣佈 玉里庫里卓溪 今天呢 就停工停貨 總之都很嚴重了 那麼 那麼 當然 剛才我們說過了 國台辦的發言人就出了聲 大陸有關方面就高度關切 向遇難人員家屬表示哀悼 並且向受傷人員表達慰問 希望受災民眾 就早日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的秩序 那麼好了 現在說少少BNO祖國的情況先 那麼 他們 那條龍呢 就是排隊去看 這個 英女王的 靈咎那條龍呢 就已經截籠了 那麼 為什麼要截籠呢 就是因為 他明天 應該是 他們應該是 明天 但是我們今天 就 這個 這個 較晚的時間的時候 這個英女王 就會 去一個國葬儀式 那麼 當然 這樣就沒辦法了 都是要 截了一條龍去的了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好了 休息一會 之後回來 我們再講一下 其他的消息 休息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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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怕 都暴了 可以 好 坐吧 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